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妈对不起你 你怎么这么冷天 把这么小的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呢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视频会议 一着急就把孩子忘在车里了 要不是你 我的孩子可能救 你真是孩子的救命恩人 没事 孩子没事就行了 那我能误会你吗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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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有人为了你的安全 不顾一切 妈妈怎么还没回来呀 小朋友快开门 你是谁呀 小朋友开门啊 有坏人要害我 我妈妈不让我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 是她让我来找你 阿姨你快进来 你家人都不在吧 只有我一个人 阿姨 我去给你拿水 喂 舅舅 阿姨去哪儿 我有急事 先走了 还想往哪儿逃 你什么意思 门外的标记显示 你事先已经对 所有有孩子的家庭 做了踩点 你就想趁家长出门后 哄骗孩子给你开门 然后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让你没想到的是 我们在家里都安装了 监控摄像头 你的一举移动 已经全部被拍下来了 等着警察吧 小朋友在家里 一定不可以给陌生人开门哦 今天我去这里 放学 店就嫁给你了 对吧 注意安全 妈妈我饿 过来 为什么叫孩子偷东西 我 我 对不起 对不起 因为孩子太饿了 丈夫在两年前就去世了 留下两个孩子 不本来在工厂上班 因为车祸 腿伤了 工作一丢了 母亲躺在医院 也要花钱 靠着卖废品 实在养不活四口人 才过年了 小女儿想吃面包的钱 我都拿不出 妈妈对不起你 你以为到处就可以逃避 你犯的错吗 把东西放回去 哥哥 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吃饭了 你放过我们吧 妹妹和奶奶 还在等着我和妈妈回家 偷东西是要坐牢的 你想坐牢吗 我们要坚强地活下去 但不可以偷 这些是我给你们的 谢谢哥哥 嗯 这是什么 遇祝你们新年快 可怕我已是个 议暖的后遗